哎呀,听我说,昨天去朋友家吃饭,发现他家用的是自来水做饭,烧水喝,没有浸水器,也没有桶装水,看到他家水壶上结了一层水垢,我有点吃惊,我就跟他说,这自来水不过滤不能喝,你看这么多水垢,对身体可不好,朋友却不在意,没事没事,水烧开了杂质就结成水垢了,完全可以喝,桶装水不放心,说不定还是自来水装的呢, 净水器又贵又麻烦,滤芯还要经常换,太不划算了,而且现在自来水都是达标的,我听了哑口无言,后来他家的水,我可是没敢喝,饭菜也没怎么吃,你说,为什么有的家庭会直接烧自来水喝呢?是为了省钱吗?确实有可能,毕竟净水器一装上去就要几千块,还得不停地换滤芯,也是要持续花钱啊,那直接烧自来水喝真的健康吗? 虽然水烧开后会杀菌,但自来水里还是可能含有一些微小杂质,长期饮用可能对身体不太好,这个问题你怎么看?